正式介绍一下 我就是霍乾坤的儿子 霍家继承人 霍勇 看来我之前的眼光 还是蛮好的嘛 我们现在真的就是 门当户对 龚小姐 你刚刚那个惊讶的表情 保持的时间有点短嘛 说吧 想怎么样 当然是想让羽家一败涂地啊 你以为 我还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吗 如今宇善飞已经死了 这小蝶 岂不是在你 轻松的 就给拿拧住了 如今我哥和宇叔叔的头期已经过了 今天请你们来 就是为了商量一下 寻找公子言的下落 你想好和我们合作啊 什么条件 说吧 你在他身边 当一个小保安 许不是驱惨了 我记得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跟你说过让你来我这里 不过啊 这个承诺 当然有效 好啊 不过 我答应了 你会怎么办 金银财博 全力为你 你随便选 龚小姐说笑了 当年宇先生也是拿很多金银财宝 还有十多个美女要买我的 我这里 财宝无限 但是美女 可就只有一个 什么样的绝世美女 我倒要见识一下 龚小姐 你要有什么条件 你就直接说 像你这样沉不住气 可不像是李善飞的喜欢人 你们跟公子燕 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当年你的姑姑 嫁给宇善飞为妻 这么说来 她就是你姑父了 你们两个 还是表姐妹 谁跟那是表姐妹 公子燕的事情呢 我们也只是听说 不过我父亲 之前确实跟公子燕有过交集 但是据我所知 他们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 你见过她吗 你见过她吗 她 我见过她 你在哪见过她 我怎么不知道 就在哥哥死的那一晚 你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 我就是想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瞧瞧 你别管了 你好自为之 最后一次 一开始我以为是哥哥的朋友在劝她 可是听口气不像 等我看过去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黑色的影子 我怎么不知道 我刚开始以为自己是多心了 所以我就没敢跟你说 公三小姐 那你以为 你哥哥的死跟那个神明人有关系 那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嫁祸羽家 这也不是我一种 所以这一次我和姐姐一起上路找神明人 我有三点多久 你说 第一点 信息共享 第二点 这一路上一定要保证我姐姐的安全 第三点 如果你们连前两条做不到的话 我保证会血洗羽子 这个女人 只怕不解决 我这走的腿都走麻了 又不是你一个人走 我说你家管家到底靠不靠不靠 带着我们爬高上低的 你看看你们公家的发家史 都差不了多少 你还输我 别别别吵了 别吵了 你俩这是怎么了 没事 我就是觉得 现在找一个叫什么不知道 长什么也不知道的人 无异于大海捞针 有针捞都不错了 我已经让手下查过了 这公子样 很有可能就是个化名 你姑姑会不会知道呢 毕竟现在 除了她爹我爹 就只有你姑姑跟她走的最近了 她当然不知道了 我姑姑自从嫁给了雨山飞 她总是闷闷不乐的 公子燕的行踪遍布全国 却没人知道她真面目 你说啊 像我爹那样的人 都要听命于她 她背后肯定有什么 强大的力量和支持 你快说呀 公子燕会不会就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这倒是个方向 三十年前 公小三明都经意到此 你这家店开了多久了 有小二十年了吧 那你知不知道 或者是有没有听说过 这家店知道有个老板 叫公子燕的 这个名字没听过啊 这一代好像也没有 那这里最早是干什么的 主人是谁 我听老人说 这一片最早是一家陶子店 生意挺红火的 那这个陶子店的老板叫什么 好像姓公 叫竹宋 名字挺傲高的 公小 公竹宋 是一个人 少爷 你让我找个东西我找到了 根据我爸的记忆和周围人的了解 公子燕确实在不同的地方都出现过 而且每次的人也都不一样 带带相传啊 也不尽然 但每次公子燕出现的只有一人 最后一个公子燕是谁 是公家老爷子 公海 他十多年前已经死了 以后再没有其他人了 目前所知 公子燕最近出现的行踪是在五年前 如果公子燕可以传下去的话 那现在应该传的是公霸天 可他已经死了呀 小姐 我恐怕要离开今天 你去哪儿关过我什么事 我今天就回来了 你回不回来关我什么事 我看了公家二小姐 早就把你的活都抗走 哎呀 今天 午饭粗饭多了吗 怎么那么酸 谁跟你心底要点了 你不是要走吗 你走啊 对哦 把你东西都带走 否则都给人出去 生气归生气 别拿东西洒气啊 我真的去几天就回来了 就是让你担心你 你担心我 当然了 我想通了 你是你 你父亲是你父亲 本来 我也不该把他们混为一谈 你不记恨我吗 说不记恨也不可能 我没那么大度量 我只是觉得 不应该把过去的不愉快 带到现在吧 你怎么想通呀 还说呢 这一路上 你跟公二娘 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的 太别扭了 那你还看我笑吗 这叫生活情绪好吗 有两个美女 同时为我吃醋 哎 你有很多意啊 我需要你 熬眼出现 给你的 霍 霍哥 你不傻 能 这 霍哥 这得傻好几十万吧 当年我在这儿当保安 都给你照顾我 这个你收着 明天你就来我这儿 哎 哎 好 消息都散出去了 不出三日 所有人都会知道少年您的兴奋 可是 您这么高调回忆 真的好 做戏就得做拳 就要有足够大的诱惑力才行 何况 我是霍家传人霍贤坤的儿子 总不能辱没了我霍家的名声嘛 是啊 霍家也沉寂了太久 少年您是时候敢出山了 谢谢您 许慧 少年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们这也是为了霍家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少年您尽管吩咐 去光家 几天不见 穿得人磨狗样了 怎么说话呢 我不过是想通一些事情罢了 想通什么事儿啊 曾经沧海难为水 是时候该放手了 是不是想好 要来投奔我了 正式介绍一下 我就是霍乾坤的儿子 霍家继承人 霍勇 看来我之前的眼光 还是蛮好的嘛 我们现在真的就是 门当户对 龚小姐 你刚刚那个惊讶的表情 保持的时间有点短啊 说吧 想怎么样 当然是想让羽家一败涂地啊 你以为 我还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吗 如今羽善飞已经死了 这小蝶 岂不是在你 轻心的 就给拿捏住了 本来我也这么想 可她不识趣啊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做我女朋友吧 你也知道 我女人 是最小气最善斗的 她可能也有 那 我的好处 是什么呀 不 不说了 小蝶怎么了呀 有个人闷闷不乐的 好久不出来 出来也不跟 也不跟我们嗨一下 听说失恋了 她什么时候谈恋爱的 不会是上次了 跟保安吧 保安 她的评论什么时候这么差 哎呀 她才不是保安呢 她是个富二代啊 听说有了身份 把她甩了 我去 快看快看 公二娘跟她的保安在一起了 小蝶 为了咱们的计划 委屈你了 小蝶 你一个狂八蛋 提骗我的灾气 一直以来利用我 小姐 她都走那么长时间了 您的气也干凉了 最爱切到的 现在争论姑娘 那个灰烈灾气 我早就看出来 他们的灵烈灾气 这在里面几点 就这么猛击的了 小姐 你想快点 世界上好男人多了 去给我把管家给我哈过来 老师 小姐 李叔 你知道我爸生前的时候 有没有身手比较好嗎 那就多了 您也知道先生了 那 你就去给我找一个深属最好 你小姐想做什么 给我杀了会 少爷 雨家那边开始行动了 我知道了 听说来的人是黑龙三杰 他们深受了得 我要不要去调些保镖过来 不必了 已经到手 几位不请自来 不知有何贵干 我们是来杀你了 如果不是记性不好的话 我不记得见过三位 你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这里地方太小 是忍不开 回去告诉派你们来的人 若是跟我有恩怨 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就在这里了 少爷的功夫越来越成熟了 这几人可是成名的高头 少爷这么轻而易举 就将他们击退了 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 越多人知道越好 少爷是想 我现在掌握了霍家的两门绝技 被他们知道了 想必肯定会有所欺负的你 那咱们 就来一招眼神出动 姐 你不会真的要跟那个霍勇在一起吧 你姐我也老大不小了 况且 他是霍家的后人 因为我们公家 本来就门刀不对 你还真信他是霍乾坤的二家 连飞龙三杰都败在她的手下 她的金针暗器和医术 以及她的顺移之法 我都是见过的 不会有价 那万一她是个骗子呢 你说雨善飞的女儿就被她骗了呀 这还没有点过去了 不算什么 你就不怕 你被她骗了 你以为 我是那个被雨善飞一直保护的 天津大小姐吗 你可不要忘了 我们十几岁开始 就一起打理公家了 你不会真的爱上她了吧 或许吧 不过现在 不讨厌她 那为了姐姐的幸福 我就更应该去试试她 少爷 我还是先离开吧 别让人看到我们有来往 没事 这些年 你们为我霍家付出太多 是什么让你们回归 之前 我霍家所有的生意来往 都由你们来做 现在谁要你 我帮我帮我 少爷如此信任我们王家 我们王家以后认识少爷差遣 即便肝脑突地也再次不死 只是 我在暗处 您办事不也方便些 现在 不管明里暗里 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都盯着我 所以 倒不如晃动人面上 您 有话经历 您何必这么高调 听我爸说 霍先生生前有不少仇家 我要做的 就是要把那群家伙都听不出来 那您不怕医术和秘密 说曹桑 曹桑就到了 一天到晚 有完没完 这次又是何方神圣啊 既然来都来了 何必藏头落尾的 人家的小朋友 又才找到了 就他没这么老 雨昂小姐 雨昂小姐 她怎么来了 这么久没见人家 有没有想完 这个人是谁啊 我之前从没见过 她是我一个兄弟 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先走了 你的兄弟 人家怎么没见过呢 男孩有什么事 是没有用家的 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我也没必要 事事都向你回报吧 哎呀 人家是在记头上 跟你说的分手 人家知道错了 你这个也没有名 今天传这么正式 就为了跟我道歉啊 对呀 人家真好错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们不可能了 哎呀 我知道你在记头上 你肯定不喜欢过二娘了 不然 也不会冷落他 哎呀 你干嘛打人家呀 第一 我当然爱二娘 第二 你演技太拙劣了 回去跟你主子说一声 下回太阳相遥了 你在说什么呀 你的声音的确很像小蝶 样子也很像 但冒怕 你就是我 你什么手 小蝶从来不会这么 嗲声嗲气的跟我说话 更不会为了迎合他人 而作践自己 你模仿他 却连他自己的性格也好 这么了解他吗 你还是不喜欢的 他是我的杀父仇人 了解自己的仇人 那正好 你可以把我当心 你回去 正因为是仇人 你顶着这张 才让我更加 不信 他真的这么烟雾 吾小蝶吗 是的 他的态度和野神中的讨厌 再更强 这豹子的化妆技术 真是越来越紧张 虽然被识破 但也算失败了 走吧 是不是 现在已经试过了 总该放心了吧 姐 我想要了 不行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知道 那就更不行了 现在已经没有第二个女善飞 来平衡全市了 小姐 之前我按照您的吩咐 找了一本人去了 可是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 知道啊 什么时候杀了他 再告诉我 据说现在世界上 不止我们一家人在对付他 还有些人也在找他 是什么样的 不清楚 那我去打听一下 那你知道后再告诉我 小姐 你还挺关心他的 谁说我关心他 我只是怕他死在别人身上 我没发现 对 我来 听到 这小子最近嚣张的很 市面上有很多人 想找他查 teaching 黑龙三杰 所有的丫头指派 年那小子一百的免莫в照 一点丢尽了 无论如何 我们都杀了他 给咱们兄弟们 十几年遭遇中国有恶气 听说 郝乾坤那个杂种死的时候 给他儿子留了宝藏 我们要抓到他 不要闻出宝藏下来 你们几个 连招呼都不打 就进来 有两个规矩 你就是货用 我们是来讨债的 我记得我也没欠过别人钱 不是你欠的 是你爹 我父亲欠你不是 人命债 我父亲已经死了三年 你们现在才过来要债 我们也想招架上门 可是他害得我们妻离子孙 家破人亡 再胡说八道 我让你生命不死 我们没有瞎说 十年前 他就镇上拿我的弟弟 逼得我走投无路 连我的孩子也上吊死了 谁说不是 连我老娘都上吊死了 还有我刀八哥 他媳妇才刚刚怀孕啊 我兄弟更惨 他去找我爹 被人诬陷 故意杀人 害了十年 我 我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 被冒名顶替 这辈子前途都被毁了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